其实当年少林四上映时 票房统计还不是很正规 很严谨 使得他究竟有多少票房都无法得知 只能靠着估算大值得出 一毛钱票价创下1.6亿票房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要说的是只有把它换算 成当下电影票房的数字 你才会发现他当年有多货 他的票房有多吓人 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回复说 当时的一毛钱等于现在的10元钱 也就是通货膨胀翻了100倍 我其实很想问 这是谁告诉你的 曾有媒体算过一笔账 80年代的大米是0.12元一斤 现在是4.4元一斤 翻了36倍 来猜80年代0.02元一斤 现在是1.8元一斤 翻了90倍 房租80年代是1.2元 现在最少也要2500元 翻了2000多倍 你告诉我 这能跟100倍的说法相符吗 所以我们应该就试论事 及同一事物在纵向时间线里的价格对比 既然我们是要对比电影票房 在30多年间的前后价值 那么我们应该对比的是电影票价 1982年的电影票是0.1元一张 而现在的电影票价根据下图所示的平均票价及其增速表 可以看到2016年的平均票价不包含服务费是33元 既然知道了单价 那么只需要乘以观影人次即可 根据2007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中国电影图史》一书中第591页记载 《景国内的观影人数》就达到了5亿人次 因此我们将33乘以5亿等于165亿 也就是说如果少林寺在现在上映 他将会得到的票房是165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目前公认的单片票房最高的战狼2 那56.8亿元的票房在他面前只能是小物件大物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的观影人次 战狼2三个月的上映时间内 观影人次达到了1.59亿人次 是1994年电影《体制改革》以来 首部观影人次达1亿的电影 那么1994年之前呢 不好意思 就是这部《少林寺》 以5亿人次名流影史 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里程碑 正是因为《少林寺》影响太大 所以日后根据《少林》的名号 拍出的电影层出不穷 前不久就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少林寺》确定要开拍了 该片由无私远监制和编剧 《少林寺》的导演张欣言任顾问 连是永信都出席了新闻发布会